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985集 宋大娘都服了 明明很好奇却自己胡乱猜测 也不肯多动嘴 不是对夏小兰动嘴 张嘴和自己亲爹说一下 要跟在亲爹身后看一看 而不是在这里心不在焉的旅游 这些话说出来又多难啊 毛国盛的胆子啊 真的只有安纯淡那么大 动荡那些年 真的将这个儿子吓坏了 不 也不能总怪动荡年代 个人有个人的性格 国盛和其他儿女比起来 从小也不是敢拼敢闯的性格 不如他大哥和二哥调皮捣蛋 所以当年给家里孩子安排工作 他和老毛商量 把国盛留在身边 几个儿女里 只有国盛留在了省建院 就在毛康山的眼皮下 免得这孩子害怕 出了岔子也有人兜底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转眼风云突变 留在省建院的国盛 不但没有受到庇护 还被吓住了 宋大娘对毛国盛 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自己生养的儿子 在想什么 当亲妈的 难道心里没数吗 国盛对亲爹有意见呢 都是一家人 有意见就说呗 宋大娘也不知道 还要怎么和亲儿子处 说换房子 他和老毛也换了 如果不疼孩子 以老毛的脾气 早就把国盛骂得狗血淋头 儿媳妇正书琴满肚子算计 他和老毛都知道 平时不也忍着吗 不就是因为 当时老毛被整去牛棚了 他心思都跟着老伴走了 没及时发现 新进门的儿媳妇 是个什么品行吗 毛国盛支支吾吾的 说不出话 宋大娘也没有旅游的 心思了 算了 这天气怪热的 我们回宾馆去 怀疑小夏有坏心眼 哪有人捧着真金白银 上赶着来害毛家呀 宋大娘相信自己老伴的眼光 她自己也不是瞎子 小夏对她和老毛 不仅是花钱 还有用心 如果不用心 还把国盛带来鹏城做什么 宋大娘感激夏小兰的好意 这是要让老毛和国盛 父子俩消除隔阂呀 就是国盛不争气 小夏把台子都搭好了 国盛还喂手喂脚的 香蜜壶才玩了一半 宋大娘说要回去 冲当司机的葛剑诧异 夏小姐的意思 让您在度假村多玩几天 晚上也能住在这边 不过您要想回宾馆 我这就去开车 住几天 这个度假村有热闹的水上世界 也有清幽的住所 要不是毛国盛火急火燎的 宋大娘还真想住几天 小哥呀 要不你载我去找小夏 这两天他和我家老头子 寸步不离的 怕老头子脾气啊 把小夏吓坏 儿子支支吾吾 只有宋大娘硬着头皮开口 说完这话 他都怕被葛剑笑话 真是豁出去老脸啦 幸好葛剑沉默少言 平时脸上的表情也不多 可能得了夏小兰的吩咐 不管宋大娘要做什么都依着 葛剑一点迟疑都没有 那我送您过去 夏小姐和毛老这两天都在施工现场呢 毛国盛耳朵一动 什么施工现场 偏偏话少是葛剑的专属标签 说了这一句又不往下说了 毛国盛真是要急死 宋大娘也不追问 谁叫国盛不自己问 宋大娘有意让儿子着急 可见载着两人从香蜜湖到南海酒店 南海酒店的装修是六月份动工的 现在已经两个月余 无边际游泳池其实已经弄好了 其他地方还在装修 现场沉土飞扬 内部和外部装修一起来 华剑和远辉的人插和在一起 这样的施工现场 毛国盛这个待省建院的人 还真不常见 他最多出出图 因为口舌笨拙没胆子 就算是他参与的设计 最后到现场的也轮不到他 幸好他爸是毛康山 省建院没人敢侵占他的劳动成果 要不他就像宁卫国祸害的那些 恶省建筑设计院的年轻人一样 总替别人白做工 这样的现场 宋大娘觉得小夏怪不容易的 瞧着娇滴滴的姑娘 没想到还能一直待在 乱糟糟的施工现场 毛国盛到处张望 戴着安全帽的刘勇先跑过来 宋师母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 这里乱糟糟的 可见 小兰不是叫你带着宋师母 好好在鹏城逛逛吗 毛国盛认识刘勇 刚到鹏城那天 刘勇作东请他们一起吃过饭 刘勇是夏小兰的舅舅 毛国盛看着一片繁忙的施工现场 没拿准刘勇的身份定位 是 那天刘勇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说自己是给人装修房子的 毛国盛想着 真的就是普通人住的那种房子 当然眼前的房子也是人住的 却庞大而不普通 这修什么呢 毛国盛终于忍不住问出口了 怎么不见我家老爷子和小夏呢 刘勇掏出一支烟递给他 抽烟抽烟 都怪小兰那丫头乱叫人 让你我这不是乱了辈分啊 我们各弄各的不用管他了 国盛兄弟啊 这要是香港人投资的南海酒店 我的小公司也接了一点装修活干 还得多亏小兰做出的装修方案 得到了香港人的认可 别人呢 就允许我的公司和华健的人 一起给酒店装修 当然呢 这个华健占了工程的大头 我们呢 就是跟着喝汤 刘勇语气谦虚 但说话间 已经有几拨人来找他 都指着刘老板拿主意 毛国盛在一旁看着 刘勇嘴上说跟着喝汤 他却不敢信了 原来小夏的底气来自他舅舅 舅舅的生意好像做得不小 毛国盛暗暗记在心里 刘勇总算是忙完了 宋师母 毛老师和小兰这两天 是满功地转悠的 您和国盛兄弟 先在宫棚歇歇脚 这里灰尘太大了 我请毛老师过来 哎呀 宋师母 您也劝劝毛老师 我倒是不嫌 毛老师多教小兰知识 这师担心 毛老师太劳累了 工棚很简陋 但这里离施工现场稍远 倒是没那么大的灰尘 过一会儿 戴着安全帽的夏小兰 和毛康山就过来了 毛康山黑着脸 你跑来施工现场做什么 这不是胡闹吗 毛康山这两天教学生上瘾 猛然被人打断很不爽 也幸好是宋大娘 要是换了其他人 毛康山的脾气会更大 宋大娘指着毛国盛 你儿子担心你被小夏骗了 我带他来看看 毛国盛张着嘴 他妈妈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石块说出来了 毛康山的脾本 WAR 彤 Ore 倒苍 Drake Terima 感谢观看